我隔壁住的都是情侣 天天吵架天天吵架 还闹心死了 昨天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上去敲大家门 我说你们以后能不能是说普通话呀 吵的啥都不知道我会憋死我了 哪有这么干呢你说 讨厌 我跟他妈不一样啊 我就喜欢把自己这些屁事都说出来 前两天我跟媳妇又吵架了 吵得非常激烈 腿毛巴了好几根 我感觉没有你们的帮助 这个事肯定是完不了了 什么事呢 就我们租的这个房子 过完年就差不多到题了 我媳妇是啥意思呢 就是咱下一期房子能不能租的就是贵一点的 我说哎 你怎么知道房东给他们找房租了呢 你这是老神仙附题了 我媳妇一听就急了 怎么了 怎么办 我说你别着急 你老公不是一般人 不就是钱吗 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 凡是用钱能解决的事 你老公一点折没有 我这话音一落 他当时对我那爱慕之情 那就压抑不住了 我说你不要这样 咱都是文明社会的人 你如果说实在想输的话 你能不能说普通话 我说实在想输了